維持精神健康 就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遠或者艱難 去找回一些自己的熱誠 自己很喜歡做的事情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是Carmen 我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 都有十多年的臨床心理工作經驗 為我的服務對象 提供臨床心理的評估 諮詢 還有一些治療的工作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那種連繫是很珍貴 在我們共處的空間裏面 令他可以說到多一點自己心底的感受 了解和滿足自己的一些情緒的需要 希望日後遇到一些艱難的時間 內在都可以多一些的資源去幫助自己 幫他處理了一些焦慮之後 他可以踏出房門 可以去開闊自己的生活空間 這件事其實是很感動的 臨床心理學家都是人 其實和大家一樣 都是有那些情緒的 都是會有壓力 會有覺得很難頂的時候 我自己就有很多興趣的 很貪玩的 我喜歡唱歌 做音樂劇 一做這些事情 就很自然就充電了 我又倒滿自己的杯子 然後再去給其他人 就是這樣 為何美好沒留下 為何變更未停下 我就有另一個歌手的名字 叫做Asha 最初我自己的音樂劇 慢慢有多不同的合作 和去演出 這些東西 將我帶了入一個 心理學上面有一個名詞 叫做心流 叫做flow 意思是當我們很全神貫注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的一個精神狀態 好像很貼近亡我 而且都會沒有了一個時間感 令到自己很多的滿足感 生活裡面 多些時間 去進入這個心流狀態的話 整體那個生活的幸福感 都會提升 所以我也很鼓勵 我自己的服務對象 去找回真心投入的東西 不需要很大陣仗 可能是說我怎樣去沖一杯茶 沖一杯咖啡 又或者可能去修補一個 一個袋子 一些衣服 可以從這些很細微的東西上面 已經可以去修補回生活 以及拿回生命力回來 我想目前來說 我覺得最盡興的 都發生在舞台上 那一刻我是覺得 是很感受到自己 很感受到自己 很感受到自己 是圍著自己的生命 在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應該是 在舞台上的一個體驗 不是太誇張的一刻 希望能夠